起源于魏晋 兴盛于唐代的边塞史 被认为是唐诗中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 高氏 岑申 王昌龄等边塞史人 用卓越的文笔 超凡的想象力 描写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壮丽奇景与人文风光 成为流传千古的诗作 在古代 河西走廊是内地通往边塞的交通要道 它位于黄河以西 齐连山以北 长约一千公里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 万刃山 这是唐代诗人王之环描绘的河西走廊风光 远方的家世之祖曾经登上齐连山的南坡 俯瞰河西走廊 这个景观真的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切的 我们现在这是齐连山的南山 对面就是北山 而北山和南山中间看到的平坦 开阔的地方就是河西走廊 我们看到光影打在齐连山的起伏的线条上 这个景象真的是太漂亮了 站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高地向远处望去 眼前褶皱的山体 山前的荒漠 远处的绿洲尽收眼底 齐连山为我们呈现出的直北景观的丰富变化 不仅在其他地方少有 作为干旱区内的山峰更是难得 所以人们把它称作 中国西北干旱地区的一座绿岛 印度洋的暖石气流和斯伯利亚的寒流 在这个山西交汇以后形成降水 形成降水以后 它的生态系统景观丰富就非常多样 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了 我们现在我们整个河西走廊 看到的这些不同的景观 所以说我们觉得没有齐连山 就没有河西走廊 没有河西绿洲 所以我们说齐连山是我们西北地区 重要的生态区域很长非常大的一座 一座重要的山西 是我们的母亲山 齐连山跨甘肃青海两省 东西绵延一千多公里 虽然我们事业所及 只是正在试点建设的 齐连山国家公园的一小部分 但是站在这里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这座深乡沙漠的绿岛 对于西北干旱地区的意义所在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这是诗人李白 在观山岳中的诗句 天山就是齐连山 在编赛诗中 齐连山与天山雪山等名称出现 王昌林在《从军行》中写道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行走在齐连山中 我们感受到这里森林直北丰富 气候多变 经常会碰到雨雪天 我们现在大概爬到 这个3400米左右的时候 已经开始下这个雨了 而且能听到有一些雷声 但是我发现这个雷声挺大 但是雨点好像还没有特别的频繁 这是高原雨的一种特点吗 这是我们齐连山去 也就是我们林区的 这种特有的天池 也就是像这个地方 像这种天池是经常见 只要雨点云马上就下雨 但是它下不大 日会云过就是天清 它就那种 云一过天马上就清了 每年5月至9月是齐连山的雨季 暖湿气流在高大山体的阻隔下 遇到高海拔地区寒冷空气 就会凝结成雨 形成我们遇到的 齐连山区的高原雨 这种雨虽然雨滴大 但雨点间隔也大 每次的降水量并不多 在海拔2800米以上 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地方 往往还会降雪 由此形成独特的 齐连山六月雪景观 在我们快走到山脊时 陪同我们的巡护员王超有个发现 两边发现了三只马鹿不多 我们有声音小一点过去 特别跑了 好好好 它对声音很敏感是吧 好香 在哪儿啊 好 马鹿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动物 为了不惊扰它 王超让我们尽量压低身子 小声说话 看到巡护员如此的小心翼翼 我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这个山坡的直高点 所以呢 实验范围非常的好 大概的位置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那个 可以看到有一个火狗 拐弯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那个坡 坡向 虽然对面山坡与我们的距离超过一千米 但听王超说 这个距离 马鹿仍能听到我们发出的响动 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更为隐秘的树林间 没过多久 通过摄像机的镜头 我们看到马鹿从藏身处 慢慢探出身子 看到了看到了 有两只 能看清楚这两 这两只是拱的还是 两只都是摸的 下方的马鹿像是听到的谈话声 忽然停止吃草 警觉地瘦起了耳朵 我们马上安静地下来 既然有一只鹿听到我们声音了 我们怎么小声也能听见 让它在观察 过了一会儿 马鹿才放松警惕 继续吃草 麒麟山的马鹿属于甘肃马鹿亚种 它通常生活在海拔 24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点 森林草原的灌木丛中 会随着食用植物的四季分布变化 进行垂直迁徙 马鹿喜欢群居 繁殖期分开 这个季节属于马鹿的繁殖季节 所以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 就那一只 它就在 它那边草比较高 它就小的藏栏了 它自己就去 比较稍微远一点 附近可能有50米 100米的地方 它就去迷失了 灭完食之后 它再回来偷着奶一下 喂一下小的 在脑林子里 为什么要偷着奶孩子呢 因为它怕别的动物 它体格比较大 没被那种略视性动物发现 火力 它就偷着会吃它的落彩 它那种草比较高 比较高的地方 为了保护孩子是吧 对 原来是这样 毛战长告诉我们 每年6月至7月 是马路的缠载剂 分娩前后的马路 非常小心激进 我们能在这个时候 拍摄到马路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同时也反映了 通过对西连山 自然环境的保护 马路的种群数量 也在不断恢复 小雨过后 天空放晴 一道绚丽的彩虹 挂在天边 在怜悯起伏的 西连山脉硬沉下 让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 充满了灵气 离开四大龙 我们跟随保护区 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 队长马堆方 前往海拔 3500米的雪豹监测区 由于数量稀少 活动范围大 因此人们极难见到 雪豹的踪影 科研人员主要靠 红外相机观察雪豹 那有布了多少个相机 在这里 我的里面 加上这个 中国可能布了 九台相机 九台相机 几乎全拍上 雪豹是一种生活在 高寒山区的大型猫科动物 夏季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纹 冬季毛色变白 在中国 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地 在高寒山区 位于生物链顶端的雪豹 对于维护所在地的生态平衡 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晴鱼表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起来上深山区的 人类干扰相对较少 所以它的地形地貌 很适合它的风度 有裸芽 它的食物资源也很丰富 这里面我曾经发现了 五六百只群 动群的这个鸭鸭很多 这么多五六百只 在哪发现的 就在这一片 就在这一片是吧 那个雪豹一般不是鸭鸭 它在那山堡上 鸭鸭不是在这个山的那个 山坡山脊上 山腰上吃草 它在那上面开始就隐蔽 选择那个要捕食的对象 它一般挑的是 老的 弱的 伤的 这些 它怎么去判断这些 是老的 弱的 伤的呢 根据它的走路姿势 它能判断 很聪明 它一般选择这个 这个是对鸭鸭 是一种积极的作用 因为它把 不好的淘汰掉了是吧 不好的基因淘汰掉了 房子你比如说弱的 病的说明你抵抗的不行 那基因也不行 植被 食物 人为干扰 是影响雪豹生存的三个主要因素 马堆方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 和野外调查工作近30年 对于麒麟山雪豹的生存情况非常熟悉 听他介绍 十年前 深山里的牧民看到雪豹的几率都很少 近年来 根据野外监测 雪豹活动范围在扩大 数量在不断增加 我们拍的最多的影响有四只豹子 就是说一只磁雪豹 带着三只幼崽 还有拍的两只的也挺多 还有拍的三只的 拍到了棕熊 拍到了藏湖 赤湖 白虫鹿 潺潺流水 茵茵绿草 莲米雪山 七连山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七连山区分布着许多天然牧场 诗人高氏在《赛上听吹笛》中写道 雪静湖天 木马桓 月明枪笛 树楼间 在九泉宿北的岩池湾草原 我们见到了水草丰美的牧场 拜访了牧民人家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温度大概只有四五度的样子 你看太阳也刚刚从山那边升起 而我们眼前的这一片 就是辽阔的湿地大草原 看 在草原上还放着马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找早饭吃了 不过想要吃到早饭呢 一定要起得早 而且受得冷 手要勤 他肆无忌惮地吃个不停 才能起到马奶 还有几匹啊 还有四匹 四匹 好 我跟你一起去 因为受到雪山溶水的滋润 这一片草场面积较大 草也长得十分茂盛 你看它就在湿地当中缓缓流淌 而且水非常的清澈 哇 非常的冰 哎呀 每年的三月份是母马产载的时间 等到七八月份 人们就可以挤马奶 并且可以持续挤一个月 这个时期母马奶量充足 但是脾气也格外暴躁 现在母马情绪很激动 嗯 他在踢蹄子 好 哇 他脱了缰绳跑了 好 我们经常说脱缰的野马呀 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你看 你看 他拴的地方在这儿 来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拴母马的绳子 他刚刚就是脱了缰绳 然后就跑了带着自己的孩子 嗯 他还会回来吗 不回来了 啊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在马骑上赶起呗 再到草原上去赶 嗯 巴依娜大姐的两个儿子 娜仁布利格和娜淫珠拉 从小就帮着妈妈干活 他们和小马骑一起相伴长大 你看只是抓小马骑啊 抓了四匹小马骑 大姐 你看 满脸都是汗了 现在的温度还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这个特别费力气 就是 终于 四匹小马骑都被拴在了操场边上 不过要挤马奶 还需要再等上两个小时 给刚刚哺乳完的母马一段恢复时间 帮妈妈拿着 家里现在用的是太阳能吗 嗯 太阳能 这边是 这边 这是电视 这边是电视 电视 那这个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乞丐 乞丐 乞丐 这就是乞丐 就是麻奶酒 不是麻奶酒 麻奶酒就是那个是乞丐做出来的那种 乞丐就是发酵的麻奶 做成这种乞丐 然后再用乞丐去做麻奶酒 嗯 现在要翻一下 嗯 一天就这么翻 就 不就就是 不行 不行 好 巴依娜大姐一家在草场上搭建了三种蒙古包 靠着羊马养羊 每年的收入不错 这个现在就已经能喝了吗 能喝了 能喝了 好 现在正是做麻奶酒的时期 家里到处是装着乞丐的罐子 嗯 像是有一点酸奶的感觉 然后稍稍有一点酒味 喝下去的时候 就是感觉淡淡的 但是会醉吗喝这个 不醉 从会醉 太阳慢慢升起来 草原上的温度也渐渐升高 巴依娜大姐和儿子提上水桶 她们要去挤麻奶了 嗯 小心嘞 大多了 哇 你看 一次可以挤小半桶奶 还是温的 嗯 顾虑一下 顾虑一下 嗯 我听 我听说麻奶是直接可以喝的 不像羊奶 嗯 就是 直接可以喝 刚刚挤下来就可以喝 对 你喝过刚刚挤完的麻奶吗 喝过 什么味道 嗯 像哇哈哈 像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尝一下可以吗 尝一下可以吗 尝一下可以 这样 嗯 嗯 嗯 微甜的 嗯 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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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麻奶你知道吗 一点山味都没有 一点腥味都没有 就是甜味 甜味 甜味和奶味 这片草原上有清澈的泉水供人和牲畜引用 也有水量丰沛的党河滋养他们辣以生存的土地 千百年来蒙古族同胞在七连山脚下延迟湾草原上繁衍生息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甜味和谐共生